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了没啊 一定把它写对啊 还有就是 你没有结构 没有这个div 你再写再多的样式有东西吗 没东西 有你都没这个房子 你再准备再多的燃料 它都往哪刷呀 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对吧 你得先去有结构再有样式的 明白了没啊 顺序不用搞错了啊 还有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说我现在把这个宽的剪切掉 放在后面行吗 随意找位置行不行 可以吧 完全ok的啊 还有这个 实像素 还有这个什么solid 我把它放在前面行不行 这样可以不 可以的 它之间相后顺序是不产生影响的 能理解没啊 能不能明白这个啊 好了 这就是css的语法 这个语法能搞明白没啊 啊 好了 我跟你说一下 比如说我问你啊 css的语法有什么构成啊 就是选择符合什么 声名 那声名分成什么呀 属性和属性值 对不对啊 那属性值和属性之间是不是用冒号连接呀 哎 最后用分号关闭是不是就行了呀 对吧 哎 把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 好了 那我后面呢 刚才给你说了一句话 我说所有的css语句都必须放在哪儿 是不是都必须放在css样式表里面呢 所以说下面咱研究的就是样式表 研究的是css的样式表啊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假如说这儿有一个div 它就div了吗 然后呢 我怎么写的呀 我刚才怎么写的呀 我说在hide是不是描述区啊 我说hide是不是描述区啊 我说hide是不是描述区啊 我说在hide里面去添加一个style标签 在这里边我是不是写的div什么宽了高了 我是不是写的这一堆呀 高度300 然后添加一个background 我写个right 是不是这样去写的呀 对吧 好了 那咱们就来先研究一下 我现在写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啥 我刚才说了 我们用style标签它创建的是不是一个样式表啊 对不对啊 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css样式表一共分成三类 啊 csss样式表一共分成三类 有三个吧 就简单来说 第一个叫做什么样式表啊 内部样式表 也就是它直接放在页面里面的 来看它的语法 和我写的一样不 是不是就是一个style标签呢 它这儿出现了一个什么属性 type属性 有一个tess的-csss 这个东西在h5里面完全可以干嘛的呀 省略的 你加上它的时候 千万别加错了 明白什么意思没啊 比如说哪出现错误 type和css它俩谁先谁后 明白了没啊 谁先谁后一定要搞清楚啊 比如它是干嘛呀 我一直在给你强调type是定义某种类型 是不是啊 哎 咱们写的这个东西它属于一个文本啊 属于一个文本 然后呢 所以这太子什么文本呢 后面给你标注的叫做啊 css文件 能理解什么意思没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加上的时候 千万别写错 你不加就不加了 明白了没啊 哎 一定要搞清楚的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样式表叫什么样式表 第一个 这不叫做内部样式表啊 内部样式表 他说呀 这个内部样式表放置的位置 你看啊 最好放在hide标签里面 描述取是吧 看到了没啊 语法我不再说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style标签呢 对吧 这很简单 我们用style标签怎么样啊 用紫药标签是不是就能创建一个样式表啊 里边是不是就是 这是不是才是样式表里边的呀 你就给他写的各种各样的样式 那说他这儿呢 你看来了一个什么 最好写在hide里面 你看他说的这个话就有点 模糊了 对不对啊 哎 也就是说他最好 那我就不放在里面 把它剪切出来 看到了吗 我就放在body里面 我就看看他到底执不执行 我hide里面是不是啥都没放啊 我是不是style标签直接给他剪切到body里面来了呀 他都在这儿里面的 能看 能看清楚吗 哎 咱们来看看执行吗 在这儿我刷信一下 不是这个页面 是吧 重新打开一下 背景为红色的 有了没 有吗 有 说明执行了吗 他执行了 那为什么说他说最好放在hide里面 我放在body里面也行啊 好了 简单我给你说一下啊 咱们这个代码呀 它在浏览器中加载顺序是怎么样的呀 从左到右 从上往下加载 啊 从上往下加载 啊 那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 你想啊 我一个页面 它就是一个div吗 就是这一个标签吗 那不是 你比如京东了淘宝了电商类的 那得成千上百个上万个标签 对不对呀 你说你一个div有可能就写 多少遍 对不对呀 那他在加载的过程中 你想一下啊 比如用户网速比较慢 网速比较慢 他先加载的是谁呀 对 他先加载的是div 啊 比如说这些什么字 还有图片 什么这个框 他都先加载好了 他给你放在这儿 有样式吗 他有样式吗 没有任何样式 然后呢 他等着把这个结构都加载完了之后 他是不是再曾把这个样式一点一点的给他都签加上啊 能理解什么意思没呀 他这个顺序 如果你写的下面顺序 就和这么盖楼似的 你想想一个大楼搓起来 他能直接往里边去先装修吗 不行 他是不是把这个整个洞 把整栋楼都给他装起来 都是毛皮房 是不是啊 你说这样毛皮房好看吗 你看看现在比如外边盖楼的 他是不是都是有一个遮 你比如说他要 是吧 或者是挂一个这个 叫什么呀 那个你知道遮修墙吗 遮修墙知道吗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把这个地啊 怎么样啊 给他都重建 然后他先把这个地就墙都圈起来 然后到墙上 兵器刷上各种燃料 这叫遮修墙 知道吧 在工地里面啊 就是这么做 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说白里边是不是就不好看呢 对不对啊 那一样的道理 你先给他累出来的是结构 如果用户网速特别慢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先加载的是这些东西啊 他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啊 我可以给你模拟一下啊 你比如说咱们打开百度页面 说白了 咱这网速也不太快 对不对啊 你看他再慢 我直接现在加载出来的 他只要出来一点 他是不是都有样式啊 人家只要出来上面 你看一点 他下面都没出来呢 这一条是不是也有样式的啊 你看加载这个这个 是不是他又有样式 然后一点一点都是 只要有出现文字的 只要出现图片的 他是不是都是有排版样式的出现呢 你有没有看到文字乱套了呀 有没有看到吧 没有吧 是吧 他只要加在哪一个点 人家都是完美的 那如果说你要这样去写东西 你要这样去写 把样式表放在下面 他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如果网速特别卡顿的情况下 他会出现这种 假如我给你模拟啊 模拟一下啊 我把他的一点一点都给你干掉啊 不是这啥的就再删掉吧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比如说如果说你这样写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结构有没 结构有没 比如文字图片有吗 有 结果他都是干嘛呀 给你乱七八糟怎么样了 堆在一起了 他都给你堆在一起了 他给你堆在一起之后 他等你网速慢慢加载呀 你加载完了 是不是一点一点的 他给你把这个样式再一点一点 给你加载回来呀 能理解什么意思了没呀 所以说会造成这种现象 能明白了没呀 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上面吗 知道了呗 有同学说我可以这样去放啊 那根据你说的这个 我可以把它剪切掉 我还是在包嘴里面 我放在这 是不是还是在包嘴里面呢 但是他现在是不是就先加载样式了呀 就是先给你把这些堆什么呀 衣服准备好 你只要这样解释不太好是吧 你只要出来是吧 这就是有完美的啊 那这样不行吗 这样是不是确实能 能解释 能解决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呀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 我昨天刚才给你说的时候 我说包嘴叫什么 内容区 只要在页面中显示的东西 我们才放在什么里面 包嘴里面 那你说这个样式是用来显示的吗 它是不是用来装饰的呀 对不对呀 所以说你觉得 害的是不是大脑啊 它是不是来控制某种东西呀 对不对呀 你说放在描述区号 还是放在内容区号啊 对呀 当然是描述区了 能理解没呀 所以说记住啊 在以后写的时候 内部样式表一定要放在 嗨的里面就行了 明白了不呀 我给你说的这几个理由 你搞清楚了没呀 还有疑问吗 这个东西 没了吧 我觉得给你解释的够明白了啊 这就是内部样式表 它是放在哪个里面的 放在这个嗨的里面的 你刚才写的是不是就是它呀 是不是啊 你刚才写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指导创建了一个内部样式表写的这个呀 对不对呀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 一会儿你再去脸行不行啊 因为你刚才已经写了啊 那咱们来看第二个 有内部就有 那就有外部 啊 那就有外部样式表了 啊 那现在你想想吧 外部样式表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内部我们知道是不是写在HTML页面里面的呀 外部呢 这个外部我们是用的很多的 你只要一个项目 一个大项目 肯定要用到外部样式表 那怎么去创建外部样式表了 你别忘了 在咱们站点里面 我给你创建文件夹的时候 有一个 什么呀 CSS文件 看到了没啊 那这个文件咱里边现在有东西吗 记住 你写的这个文件夹 他就是来装谁的呀 装外部样式表的 他就是用来装外部样式表的 能理解没有 那咱们怎么去创建外部样式表啊 很简单 打开编辑器 扛住家人 我昨天说了什么意思 新建 我说你新建出来 这是不是一个空的文档啊 对不对啊 保存 保存 咱们之前保存的都是什么什么点啊 什么的 ATM 是不是这样的呀 好了 在今天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点开CSS文件夹 保存在哪无所谓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有CSS 你放在CSS文件夹里面 听到了没啊 哎 然后在这呢 我写上 Zill 或者是这个无所谓 起名字无所谓 听到没啊 咱们就用一个style吧 尽量语一化一点啊 我写style 看到了吧 哎 后对名 点上谁 CSS 听到了没啊 一定要这么去做 啊 点CSS 这就行了 它就是一个外部样式表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它就是外部样式表了 啊 然后呢 我们怎么操作呀 我们怎么操作呀 你说这个东西 现在你看 就是内部样式表啊 我就删掉了 我就删掉了 记住在这个 样式表里面啊 在样式表里面 开头 第一行代码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看现在它是啥都没有啊 对吧 你按道理来说 我直接写上咱们CS语句行不行 它是样式表不 现在 它是样式表不 我直接写这些语句行不行 它是样式表不 我再问你 我直接写CS语句行不行 它已经是样式表了呀 你直接写这些东西完全是OK的呀 能理解没啊 完全是OK的 啊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写样式表之前呢 有一个东西 我希望你给它加上 啊 什么东西呢 UTF-8 分号 看到了没啊 这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我昨天给你解释过UTF-8吗 给你解释过吗 我说这是国际性编码格式 对不对啊 它指的是控制当前这个页面里面的 不是在页面啊 这个文件的编码格式 你记住啊 在电脑里面都是这样的 无论是图片也好 或者是你视频也好 它是不是都有编码格式啊 对不对啊 你如果这个编码格式 和你HTML有冲突的情况下 它也会造成你代码乱码 就是你这个文件 加载出来的乱码 明白了没啊 所以说第一步呢 你最好还是加上这个 啊 在这我给大家说一下 一错的点 它这可不是等号 是控制 还有后面 一定要加一个分号信息 你如果这不加分号 你直接写CSS代码 它会造成你当前这个代码 你看我这是不是写了 比如这一个P表现 看到了没啊 它会造成你这个DIV 根本没样式 就是因为这 报错了 能理解没啊 记好了 你这个国记死了啊 你不要让他再发现 你这出现错误 一定要加上什么 加上分号 听到了没啊 哎 这就是外部样式表啊 有时候第一行 这是控制什么呀 编码格式啊 控制编码格式 能理解没 好了 那咱们主要研究的不是他啊 你就往上面加上一个 这个就行啊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外部样式表 给它创建好了 你打开 看到这了吗 我这默认打开的是那个追摸诱啊 你可以去选择默认程序 这个打开无所谓 听到了吧 你选基石本也行 它是不是基石本打开了 这个无所谓 前面小图标无所谓 听到了没啊 因为咱们也不 一般情况也不用从这看 你可以打开你那个什么呀 选择你那个 编辑器也行 我这边还有 我这是不是 你看选择这个默认打开 确定 说用它也打 也能打开啊 这是不是成了 也没有 没有改变啊 这无所谓 前面小图标无所谓 听到没啊 你要确保你这个CSI文件就行 能理解不 好了 那现在你看看啊 我现在创建样式表了 创建好了没 创建好了没 我现在这个结构里面 有DIV吗 有没有 我现在就留一个 现在是不是有DIV啊 好了你来看啊 现在 我直接打开样式表 在这里面 你首先是不是要选中DIV啊 宽度 400像素 高度300像素 然后呢 我给他去添加一个啊 BiGround 是吧 我写一个Origin 我代码写的有错吗 有错没 没有啊 好了那现在你看 我打开HTML页面 有东西吗 为啥 我写了呀 你想 这两个文件 我现在操作的 是不是CSI样式表 这个.HTML啊 我操作的 是不是这个文件 在这里边 是不是写的DIV啊 你在这里边 是不是写的样式啊 这两个文件 现在他俩是独立的吧 他俩之间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下面咱们研究的是 怎样导入外部样式表 啊 怎样导入外部样式表 创建很好创建 关键是怎么 导入 明白了没啊 哎 他怎么导入啊 导入样式表的方法呀 一共有两种 但是咱们常用的就是一种 来看 链接这个单词呢 叫做link 标签叫做link 看这个link了没啊 你看啊 它是单标记 还是双标记 单标记 单标记还是双标记啊 是不很明显是单标记啊 对吧 就是link标签 这以后再说 link标签 那这里边呢 它所涉及到的 有几个属性 我给简直给大家说一下啊 link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 REL 叫做stale set 看到了没啊 咱们先来说它 这个REL stale set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叫做 建立关联性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 建立关联性 和谁建立关联性啊 因为现在这两个文件 它是不是独立的呀 对不对呀 我们是不是得让它俩之间产生一个关系呀 对不对呀 所以说这个作用就是建立关联性 也就是它和后面的样式表 它对之间有关系 你能明白我什么意思没啊 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这个单子你见过 Half 我说过 我写UR代表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是路径啊 也要说这个Half属性在这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呀 CSS样式表的什么路径 它指的是样式者的路径 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这就是简单的我们导入方式 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可以去添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type 你看你见过没啊 tys的-CSS 见过吗 我刚才是不是写它了呀 我说在H5里面这一条声明可以干嘛的呀 可以忽略掉了 你不写是没关系的 它就是定义文档类型 听到了没啊 定义文档类型 我给你写上吧 做全一点笔记啊 去定义文档 类型 这个能明白了不 哎 好 那现在你知道怎么导入了没 是不是就通过这个link标签给它导入就行了呀 那咱们来试一下吧 啊 咱们来试一下 看看怎么写呢 link放在哪啊 是不是还是放在hide里面呢 哎 原因是和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是一样的 听到了没啊 放在描述区啊 我这呢 写个link标签 啊 然后呢 你看他这是不是都自动补权了呀 咱们是不是在这个hub里面直接写路径就行了 又是相对路径 昨天我跟你说相对路径了吗 还记得就是我跟上你去比如找你 找那个目标人物 是不是啊 进教室出教室的那一堆 是不是啊 好了来看一下吧 你现在操作的文件是谁 是不是 CSS样式表点一天面吧 你现在操作的是不是是他呀 也就是往这个里面是不是写 写代码呢呀 你要把谁导入过来 CSS 他是不是现在在这里面呢呀 这是不是上级找下级 你要进入这个CSS文件之后 是不是才能找到他呢呀 所以说咱们在这写的时候 是CSS下面的谁 CSS CSS 你是不是这样去写的呀 再打开你看看 有样式了没有 有了 你不然现在咱们再给填一下 一个变框看看起作用吗 folder 实像素solid 我这呢 写一个什么颜色呀 ride吧 看到了吗 你在这呢 我去刷新 有了没有 这是不是存在了呀 他俩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关联性了呀 明白了不 有疑问吗 这个东西 有疑问不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他也符合了我们现在做前端的一个 叫做什么样子 结构与表现的分离 还有一个是静态动态的分离 那个咱不说 就是结构表现的分离 你要确保结构就是结构 样式就是样式 方便后期的以维护 明白了没呀 哎 要这样去做 啊 好了 那这样啊 我给你留点时间呢 你把这个link的这个自己去写一下 是吧 先创建一个样式表 啊 然后把这一堆写上 然后link导入一下 来 先试一下 我说一下你哪经常犯错了啊 昨天我给你讲路径的时候 觉得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你看 路径找不对 我给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在保存文件的时候 一定把文件保存对 咱们现在是不是写的第2啊 你就点开放在第2里面去 听到了没啊 别逮住哪放哪 啊 我见一位同学把这个 他放在桌面上 把这A听说放在桌面上 然后找这个CSS 你那怎么能找得到呢 一个C盘 一个D盘 你得找那个绝对路径了呢 对吧 你这没法去找 都明白我什么意思没啊 路径很重要 还有啊 以后咱们代码写多了 你养成一个习惯 区分中文和英文 你比如说像这个 看这个分号了吗 我如果写成中文的 它这么个状态 看到了没 你在这刷新一下 有样式吗 它会报错的 你这啥代码根本不起作用 你这个分号啊 这才是英文状态的 明白了没啊 你自己比较比较 自己看看 听到了没 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你单词 这个单词一定要写正确 听到了没 你不出的时候 样式只要不出 路径 或者是你CSS里面的单词 要检查这些 知道怎么自己找错去 听到了没 这个都理解了吗 知道怎么导入了吗 另一个知道怎么导入了没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导入外部样式表 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了一种方法了呀 还有一种方法 导入外部样式表 第二种方法 一个style标签 看到了没啊 然后 add for import 看到了没啊 后面是url 什么意思 路径 这里边放的是你的路径 看到了没啊 这个东西你不用试 你看一遍就行了 你看一遍就行了 那这里边我们怎么去写呢 也说怎么去给它去写这个样式才能 怎么去写这个样式才能让它达到这种效果呢 是不是给它导入过来就行了呀 对吧 我们现在你看看 我们用这种方法 去替换这个link就行了 把这个还有用吗 删掉 你现在在这刷新一下 还有吗 没了 好了 我们用第二种方法给它导入一下 啊 这儿我写个style 还是放在head里面 听到了没 哎 然后 怎么写 at inport url 这里边 是不是开始写路径了呀 这儿加分号 听到了没 我这写了没写啊 加分号 这是不是url啊 写的是路径 啊 你比如路径 是不是也是css下面的谁 style.css 名字无所谓 听到没 你不用style也行 你现在在这呢 去刷新一下 可以不 用谁呀 这两个用link呀 还是用这个呀 我给大家说一下 用link 这个东西你练都不用练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就行了 明白了没呀 为什么呢 你说他俩得有一个理由 我用link吧 对不对 不是说我说用link 你就用link吧 是不是啊 咱们做一个比较 啊 做一个比较 由link和import 他俩之间 和import 就是atimport啊 区别 我们来看 第一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 我们叫做本质差别 啊 叫做本质差别 你记住 记好了啊 这个东西你自己能叙述就行 听到了没 link呢 他属于谁呀 他属于html语言 是不是就是一个标签啊 那这个atimport 他是谁呀 是css 提供的方法 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本质差别了 有 有说html和cs是一门语言吗 html和cs是一门语言吗 当然不是了 对吧 我跟你说 是不是咱们要学各种语言呢 对吧 他俩不是一门语言 你说英文和中文是一门语言吗 那当然不是了 对吧 他俩不是 他俩比如说所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link属于html add他属于什么呀 css 但是你通过这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 你能选择用link还是用import吗 你能比较出来吗 比较不出来 对不对呀 咱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加载顺序的差别 加载顺序的差别 用link导入的呢 他是怎么加载的呀 link导入的样式表 是和结构 记住 同步加载 不是同步了 同时加载 他还会存在 我跟你说的那个 太头 你不不太多看他 别低这个头子 把手机给我收起来 link是导入的 css 是和什么 结构 同时加载的 他是不是会完全忽略掉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网速慢的时候出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同时加载 而这个import 他怎么加载的呀 at import 是等结构 怎么样啊 加载 对 加载完之后 之后 再加载谁呀 再加载 css 明白了没有 其实通过这一点 你已经可以做判断了 用谁 是不是用link呀 对吧 那同时加载多好啊 比如你这个楼 是吧 盖的时候 你盖完一楼 我装修 盖完二楼 我装修 盖完三楼 我也装修 你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有 哎 他是同时 啊 同时 能理解了不 哎 第三个差别 当然了 现在这个差别 呃 显示的不是特别的 那个明显了啊 就是兼容 啊 兼容 这个东西呢 你就知道 link兼容性比较怎么样 link无兼容 无问题 啊 无兼容问题 就是说任何的浏览器 都能怎么样啊 都能识别 但是impro 不行 他那个第一版本浏览器 你故意都没见过 IE5 你见过吗 没见过吧 IE6 你见过吗 对吧 那个XP XP系统 在往之前 就是说还附带着绑音的 IE6浏览器 啊 现在IE8浏览器 都算第一版本了 明白了没啊 啊 所以IE5 你根本就没见过啊 比如说这个I5 你用pro 简单写一下吧啊 就第一版本 就I1D版本啊 不能识别 看到了没啊 还有第四个差别 啊 第四个差别啊 你简单了解一下啊 就是GS S 里边的什么呀 DOM 就是控制 控制DOM样式式的差别 啊 有些什么是DOM呀 这个DOM呢 我们在GS里面 俗称叫做节点 啊 俗称叫做节点 它指的是 当标签去加载的时候 它会生成一个叫做造母树 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 简单给大家去说一下啊 比如这个加载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body 这个能力见没啊 这是body 这个能明白没啊 然后它下面 比如说延伸的这是一个div 这是一个div 这个能明白没啊 div里边还可以签套吗 可以签套不 你比如在div里面 我写个p标签 看到了没啊 我写个he标签 看到了没 哎 那它这个道母树就开始加载 又分叉了 这是he 然后这是p标签 那p标签里边 是不是还可以再去 标 包含其他标签啊 对吧 它这就是道母树 明白了没啊 后期你绝对会学这个了 到GS里面 咱们怎么去操作这个节点 啊 那控制DOM样式的差别 有时候其实就是GS动态改变CS的样式 能理解什么意思了没啊 你比如说那个 我刚才给他说那换孵的那个效果 你点击之后 它是不是切换一个背景 点击之后切换一个背景啊 那个东西都是拿GS来写的 如果说你用import 如果你用import 它是GS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获取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所以说根据这四个差别 你选择用的是谁啊 你选择用的是link 能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啊 哎 选择用的是link 啊 我说的这你能听懂吗 能听明白吗 哎 这几个顺序还是 不是几个差别 你自己能叙述就行 听到了没啊 并不一定按照我这个来 我说白了就是我自己总结的 能明白没啊 哎 这个东西就是这四点啊 就是这四点 好了 那我现在问你 咱们讲样式表讲了几个了 两个还是三个呀 两个呀 不就是一个内部 一个是什么呀 啊 一个内部 一个外部 是不是啊 哎 那只不过外部有几种导入方式啊 是不是两种 咱们选第一种啊 是不是啊 哎 我说样式表一共有几个样式表啊 样式表一共有三个样式表 还有一个呢 对 叫做内联样式表 啊 叫做内联样式表 我把这个说完 行不行 啊 这个内联样式表和内部样式表 它不是一个概念 啊 你想想内部样式表 咱们怎么写啊 对 知道 我里边是不是直接写div就行了呀 哎 比如div 什么宽度300像素 高度300像素 然后呢 你加一个background 我这写个orange 对不对啊 哎 在这呢 我去刷新一下 出来没啊 出不出来了呀 对吧 这是内部还是内联 内部 是不是内部样式表啊 那什么是内联样式表啊 它的语法是什么样 来 我告诉你 内联样式表 它的语法 它是这样的 首先是标签 是不是就是那个div那一堆东西啊 对吧 什么p标签了 都是一型啊 这也是标签关闭 看到了吗 内联样式表怎么创建的 它是在标签内部 这样去写 资料 资料数变成一个属性了 在这里边写css 看到了没啊 哎 那你实现的时候怎么实现呢 你看现在刷新 你觉得里边有东西吗 有东西吗 因为我里边是不是啥样式都没有啊 那我可以怎么去写 我可以这样去做 你看啊 在此的 在这个div 看到了没啊 我敲个空格 什么属性 style属性 我这写个宽度300像素 高度200像素 比如background 我这写个propor 什么意思呀 紫色 是不是啊 紫色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在这刷新 是不是也行啊 能理解了吧 样式表 咱们学了几个 一共就有三个 内部 外部和 内联 这个内联 也叫做行内 样式表也行 都行 就名字不一样 能理解了没啊 嗯 那他们之间 啊 他们之间 我们用的最多的 前两个用的比较多 明白了没啊 一个内部 一个外部用的比较多啊 至于为什么内联用的比较少 我们后期给大家说 信不信啊 啊 好了 咱们这样啊 我总结一下 今天上午 咱们讲的东西 能跟上吧 能跟上啊 咱们不太快啊 咱们到了下午 我就能给你留说 完全自习的时间来了啊 你能写东西了啊 然后来看一下啊 咱们上午今天第一个知识点 我是不是给你补充了表单里边的东西呀 对吧 表单 啊 在表单里边 我说了什么是form 什么是input 对不对呀 哎 在这里面 我们所学的input 文本化 是不是啊 还有是密码化 还有一个是 重置按钮 还有一个是 提交按钮 是不是啊 还有 是不是空按钮啊 哎 空按钮 是不是跟你说一对这个呀 对吧 哎 那后期我们第二点 非常简单 咱们说的是 css 它的 语法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的是css 它的语法 啊 什么语法呀 就是选择符和 是不是和声明啊 你看我声明放在哪呢 是不是放在这个大括号里面了呀 哎 那声明我们又分为什么呀 属性 是不是属性值啊 对吧 哎 是这样的 是不是用分号隔开呀 对吧 哎 然后呢 我给你说完这个 咱们又讲到什么呀 css 样式表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了几个样式表 一共 哎 内部 外部和内脸 是不是说了这三个样式表啊 能理解不啊 这就是咱们今天上午的东西 不多吧 是吧 尤其是css这儿 其实下午咱们也内容不太多 就是关键在于练 明白了没啊 哎 好了